今天我要和大家討論這個話題 就是娛樂圈的黑幕 現在拍廣東歌的確跟以前很大的差別 甚至退步很多 我跟得很貼的 我請過他做嘉賓 不過他剛好當氣不行 我出道時會有很多包袱 即是那些偶包很重要 其實今年我答應了大家 我會想在廣東歌出一番新歌 因為之前每次回來都只拍一首 這種年紀、時間造正 新嘗試的同時 我會想選一首好的主打歌 主打歌之外 我會想有一些新嘗試 一些曲風上有一些新的形態 我又很貪心 我想每一個階段 大家都可以陪著我一起成長 我又有一些新歌 可以在大家身邊 讓大家一落到刻 都是對我的感覺 維持在很久以前 我不想這樣 我想每一個階段 大家都會陪著我一起成長 現在廣東歌的確跟以前很大的差別 其實我都經歷過好幾個年代的變遷 我有經過傳統的老師 去教我聲學的發聲方法 由唱片的年代 我們慢慢去到MP3的年代 MP3的年代 到導版的年代 現在到完全數字的年代 我們做宣傳的方法 亦都跟以前 很多時候我們是在現場 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唱歌的 現在變成很多時候 我們都是透過網絡 對於Plug歌來講 這個是辛苦了很多 跟以前比 金之費退步很多 以前我們都會有一些潮流雜誌 有一些音樂雜誌 我們會有更多從文字上的描寫 有樂評人 他們會寫 現在通通都變成audio化 通通都變成短視頻化 其實我是覺得這樣 變成媒體單一化 而我們宣傳的方法 我們會在電視台 我們會下來 我們會在商場 我們會在街上 有些是更多的電視直播 歌手接觸媒介 是會更多 但其實我不介意 有些Live的節目 甚至可以分享一些 我自己除了真正是唱歌本位以外的 經驗上的東西 我都很願意分享 但如果你問我 我自己主動來講 我不會自己開咪去講 我跟得很貼的 我突然間很喜歡 《零雪兒》 那首新歌 《愛情女的小人物》 雖然是新人 但她的聲音很能夠唱得出青春的感覺 而且她唱廣東的歌 令我感覺到她唱到那種少女的情懷 我也有個別的歌 我喜歡的 譬如我喜歡《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上次做西九演唱的時候 她們剛剛拍這首歌 我已經跟導演阿輝說 我喜歡D.I.Jane那首歌 我請過她做嘉賓 不過她剛好當期不行 我本來想著我唱一段 才到D.I.Jane出來 但她們的時間還沒得 下次有機會合作 我出道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包袱 還未放得低 都會覺得 有一些東西是很重要 即是那些偶包很重要 現在我覺得我是自愛多些 不會再去介意 譬如別人的誤解 我自己有經歷 你就會明白 對方一定是不了解我 所以她才會做出一些 對我是一些不對的批判 因為她不了解我 她不了解我的成長 還有她不了解我的過往 她便會用她很片面的印象 去評價我 有些人是選擇 將我停留在以往 這是對方的選擇 當你意識了 即是你的認知提高了 你不會再去介意一些 你的人便會看開了 因為你看清楚了那件事 兩個女兒 女生又特別乖 很聽話 譬如她現在去年八級鋼琴 她覺得很難 我說當然是難 不難你怎會學得好 你就是要挑戰她這個難 好像你現在彈到現在這個程度 爸爸我 我都彈不到 你便超越了我 她便會把這件事變成了一個娛樂 因為我沒有說 你一定要在三天之內跟我彈戲 沒有沒有沒有 總之你們去享受 你們跳舞 你不是去運動一下 但伸展一下 目的就是這樣 我不會去設定一個分數 你一定要達到 我沒有意思 我覺得好玩 就最重要 所以她們現在很喜歡去學習 但唯一一件事 我覺得是因為我自己工作的性質 我單獨去帶她們的時間不夠多 我覺得我會爭取多一點 我自己帶她去逛逛公園 例如我自己帶她去看一個戲 我覺得這些時間比較少 應該要儲回多一些記憶 已經好像有很多人跟她們表白 我說你要智慧一點跟她們回覆 多謝欣賞 再見 有味道 有味道